王一博总拒绝粉丝礼物,如今粉丝掌握诀窍,再拿出他直接回头收下。 王一博在娱乐圈的地位是非常高的。 他不仅知名度不断提高,还受益于粉丝的支持。 粉丝的支持是他影响力的重要来源。 每次他代言的产品都会获得口碑和销量的双丰收。 正是这一点,奠定了王一博在娱乐圈的地位。 很多企业和品牌都主动联系他,希望他能为自己的产品代言。 而王一博则比较挑剔,只参加优质综艺或者代言优质产品。 王一博的粉丝数量越来越多,以至于他现在几乎没有个人空间。 每当他出现在公共场合,就会立即被包围。 这对于王一博来说是一个大问题。 为了避免被围攻的尴尬场面,他出现在机场时甚至踩着滑板快速离开。 他在前面滑行,后面的粉丝拼命地追着他,成了一道愿意的风景。 然而,王一博的求迷却变得越来越克制。 他们知道王一博不喜欢被逼到绝境,所以他们逐渐不再这么做了。 在走红之前,王一博对粉丝非常友善和平易近人。 可能当时粉丝不多,也没有黑粉,也没有私生范可担心。 因此,他与自己的粉丝保持着很好的距离,让观众很羡慕那些能够和他沟通,交流的粉丝。 此前在机场的亮相中,王一博一直拒绝求迷的礼物。 一方面是考虑外界的意见,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自身的安全着想。 然而,当粉丝拿出一颗彩虹糖时,王一博立刻转头接了下来。 像小孩子一样,他非常喜欢吃糖果,尤其是这种漂亮又美味的彩虹糖。 虽然他已经走了过去,但听到扇子手里拿着彩虹糖,他立刻转身接了起来,连连点头表示认可。 这让他看起来就像一只贪吃的猫,非常可爱。 如今,球迷们非常怀念毫无戒心的王一博。 但不得不说,对于王一博来说,流量既有优点,也有缺点。 他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快乐地做自己了。 随着王一博知名度的上升,他无疑承受着更多的压力和约束。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,他能否不受外界期望的束缚,继续保持自己独特的魅力和风格? 他能找到自己真正喜欢并愿意继续做的事情吗? 他能否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平衡点,既满足粉丝的喜爱,又不忘初心和梦想? 只有时间会给出答案。 作为年轻的艺人,王一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 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的粉丝都对他未来的发展和成长充满期待。 希望他能够保持真实、坚定、独特的个性,继续前进,成为更好的艺人。